直播す 在家裡如果小孩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感怒不敢言 他出去外面,他有可能他就會生氣凌人 他可能會去對別人在語言上 或者行為上去霸凌別人 那他也有可能他出去 他很容易被別人牽著彼此走 別人慫恿他去做什麼 包括翹課、抽菸、或者去調皮搗蛋 他很可能就會被帶領 那同儕關係裡面有很多時候 小孩子很怕被拒絕、被排斥 所以即使是他不喜歡的一些活動或行為 但是他沒有辦法拒絕 如果有人對他邀請或挑戰 或者嘲笑他 他很可能會被刺激 然後就沒有想清楚 或者沒有辦法拒絕地去投入去參加 那所以這個階段 如果因為同儕的關係 小孩子犯了一些錯、犯規、犯錯 或者是做出一些別人或社會不能允許的行為 我覺得父母要有足夠的心胸去接受他、允許他 不要太大驚小怪 不要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做出這麼離譜的事情 而要給犯錯、失敗的空間 因為有這樣的犯錯的機會跟空間 其實孩子才有學習跟成長的機會 不管是他表達的困難 或者跟別人衝突、拒絕別人 或者被別人排斥他的恐懼 去瞭解他這方面的困難 然後跟孩子討論相同的情況 有沒有不同的做法 孩子可以怎麼做 使得他在將來應對這個上面 他會容易一些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即使犯了錯 但是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學習 透過這個畫面 孩子有很好的體悟、領悟 那這個錯誤其實是很有價值的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個階段 父母的心臟要強壯一點 然後對意外的事情突如其來的 像學校老師突然間告訴你 說你的小孩跟一群朋友被抓到去戳煙 或者你的小孩被邀請去打群架 或者捲入一些託竊的行為 或者去欺悟女生 那我覺得說父母都應該要心平氣合的 來面對、來了解、來交談 當然你可以某些狀況、某些時候 你可以很嚴肅的告訴孩子 你的痛苦、你做父母的憂慮 還有這種驚嚇 但是不要用太過度的這種有貶損性的語言去攻擊孩子 或者用一種很難聽的羞辱性的語言去羞辱孩子 更忌諱動手 也不要用那種所謂的冷暴力 就是你不好以後我不把你當我的兒子 然後幾個禮拜幾個月不跟他講話 那我覺得說這樣的處理方式 對這個年齡層的孩子沒有幫助 所以當然做父母一定會有很多的緊張、驚嚇、生氣、擔憂 但是父母處理自己的能力要很好 你自己處理不好你自己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孩子 而且不只是處理自己 因為孩子不是只有爸爸 孩子還有媽媽 爸爸可能很平和 我可以尊重、可以接受 媽媽可能嚇得魂都灰了 然後媽媽可能非常的激動 然後口不折眼 那這個可能孩子本來還可以心明氣和的來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可能被媽媽的顏值一刺激 那孩子可能情緒又爆發 那可能就會有一個浪探子要去收拾 你又是一個戰場 所以夫妻之間怎麼樣針對孩子的問題 來做討論 然後夫妻之間有一個默契、有一些共識 我們進行的方向、進行的態度可以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對這個階段的親子互動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有聽到劉老師的說明 我們也知道說在國高中的孩子其實這個時候他會 因為他一個生理的改變 他自己也會有一些不適應 然後父母有很多的擔心 在父母的眼裡他還是小孩 可是在青少年的階段這個孩子 他覺得他已經是大人了 然後有些話大概有些父母會覺得 小學、小孩什麼都回來講 國高中就不講了 就沒有辦法理解孩子的想法 那孩子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發生一點小事情 父母好像關心則亂 也沒有辦法冷靜的去看待 那像劉老師剛剛就有提到 就是父母自己情緒的平穩很重要 然後他怎麼去回想他自己的成長 然後去作為一個跟孩子的分享 而不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父母是很想分享 可是他會落於說教的階段 然後對孩子來講就不容易接受 那所以剛剛劉老師在最後也有提到 就是父母之間的教育態度 跟父母之間的關係 其實對孩子的影響也很大 那這就作為我們下一次的議題 謝謝 謝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歡 歡迎你按讚、分享、然後訂閱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有任何的疑問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話 就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寫到我們的email rjliu1126 小老鼠 gmail.com